我叫李榮才,今年69歲,大禹縣賈家茅鄉花玉村人。 因為大隊會計對我有意見,我貪污了297元。 他們捆我、打我、灌我、吊我、朝我的家、封我的門, 沒收我家財產,讓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。 逼得我妻子得了封命,逼得我兒子外逃,逼得我兒媳改家, 給我撇下這一老一小,一病一孤。 我,我告狀告了二十多年,告不通人家根子深厚太硬啊。 我真是上天無路,入地無門啊。 秦一迷默默蹲在那裡,聽了好半天也抬不起頭來。 作為剛上任的縣委書記,他簡直無法相信, 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。 尤其是今天,正是他接待來訪群眾的日子, 那張硕大的布告,就在縣委門口醒目招人的貼著。 然而,林立一張布告幾十米遠的地方, 卻又鋪著這樣一塊告石。 真是筆尖而立,著然相對。 對秦玉明,對縣委,簡直是一個天大的諷刺。 原想著明天一早再做工作, 可秦玉明越想越氣,越想又憋得慌。 他自掏腰包,馬上叫司機把李榮才一家送到招待所。 一回身,又立刻給鄉里叫了電話。 不管怎麼說,先把李榮才一家借回花育村, 吃住先解決了。 緊接著,他又連夜從信房辦公室, 取了所有有關李榮才的材料。 除看之下,案情再簡單不過。 1958年,李榮才在本村體驗社當會計, 在同大隊會計打交道的過程中, 多次發現問題。 所以他就寫了一份揭發材料, 揭發了大隊會計, 也就是現在的知書間村長賈仁貴侵吞公款的問題。 揭發材料最後轉到了工作隊隊長的手裡, 而這個隊長呢, 正是大隊會計賈仁貴的舅舅。 不久之後,賈仁貴也寫了一份揭發材料, 說李榮才有貪污行為,且有單據眾名。 事隔不久,工作隊就迅速派人進入了大隊體驗社, 進行了全面的清查。 20天後,在全體社員大會上, 宣布李榮才侵吞公款297元。 從此,李榮才便開始了告狀之路。 從鄉里告到縣里,縣里告到地區, 地區告到省府。 最後,近一路告到北京, 弄是從中央要來一張批文。 可是,中央的批文轉到省里, 省里轉給地區,地區到縣, 縣到鄉,鄉到村。 李榮才等來的不是平反, 只是一次彼此更歹毒的毆打。 秦明弄不明白了, 這點小事怎麼就拉拉扯扯, 20年都沒解決。 新訪辦主任第一張密密麻麻的名單說, 處理過李榮才一案的幹部, 多達207人。 這其中, 直接參與此案的鄉級幹部166人, 縣級幹部37人, 還有廳級幹部, 首級幹部。 換言之, 李榮才告了幾十年, 面對的並不是一個假人貴, 而是這一大批領導幹部。 秦明聽著聽著, 頭就一些大了起來, 連耳朵也嗡嗡響了起來。 他先是震驚, 震驚之餘, 更感到深深的疑惑。 難道說, 這兩百多名幹部, 都是錯的不成? 秦明本想馬上重立工作組調查, 現在看, 得先懂懂了。 俗話說,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, 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, 秦明吃過早飯就感到花玉存。 一查, 好傢伙, 開了眼界了, 二郎神都沒開過這麼大的眼界。 這花玉村的村圍, 有了拍聊斋都不用布置。 花玉村小學, 跟個牛棚一樣臭烘烘。 西文之下才知道, 這裡原是村里的炸油房, 小學賣給假人貴之後, 才白腦子。 整個小學就一個老師, 教了16年了, 還沒轉正。 秦明一聽就不對了, 來前看過花玉村的基本情況, 唸出油老師轉正呀。 女老師說, 那是假人貴沒過門的小兒媳婦, 人家現在已經到鄉里當幹部了。 秦明臉憋得通紅, 這哪是村支書, 這簡直成了黑社會了。 逛了一圈, 到小學門口一問, 市價上萬的校舍, 被假人貴600塊錢買走。 秦明恨得啞癢癢, 她想馬上找假人貴問個清楚。 可她又轉了一想, 還是得先看看李蓉才。 好不容易問到李蓉才家, 剛一靠近, 門口的大漢破口大罵, 說著叫動手。 好在司機幾時趕到, 總算是及時將李蓉才接了走, 沒出大麻煩。 這假人貴究竟是何方神聖? 秦明忍著怒氣, 照大漢的指引, 來到了他都不敢靠近的假之書家。 重排的新房, 掛滿屋的錦旗獎狀, 好一個先進模範。 再往這瞧, 鄉里的書記, 鄉長, 到這跟回自己家一樣。 一個月只來29天, 都不可能有這股熟悉劲。 秦明一直有個問題想不通, 村支書為什麼還要兼村長? 村里沒有其他黨員了嗎? 鄉長盲解釋, 有的有的, 還有兩個。 可至於是哪兩個, 鄉長不肯說。 那是自然, 一個是假人貴的大兒子, 在外跑運輸, 一個是假人貴的老爹, 已經在床上躺了十幾年了。 到此, 秦明的疑慮終於打消, 他的判斷沒錯, 事難辦的根源就在於, 對手太多。 瞧, 秦明剛剛提出, 說想成立調查組進入花藝村, 身邊的領導幹部就來了, 都說, 都勸, 都打哈哈, 讓他小心為妙。 尤其是副書記石武德, 先是推托, 不想進調查組。 看秦明態度堅決, 又說, 要進就當組長。 秦明也打哈哈, 這事兒是個苦活累活, 你掛個名就完了, 還是讓紀簡委主任當組長。 然而, 就在調查組到達花藝村的當天, 正在停止檢查的假人貴, 卻目無法計, 擅自離家出走, 去向不明。 致使調查組的工作陷於被動。 調查組經過討論, 迅速引發了關於假人貴違紀的通報, 並在線報上刊登。 卻不從想, 對假人貴的處理決議宣布, 馬上引起了軒然大波。 石武德投一個反對, 他說秦明是罪翁之意不在酒, 是在藉著收拾假人貴來打擊異己。 說著, 石武德把通報往秦明桌子上一拍, 也消失了, 一走就是三天。 甚至連他必須參加的縣委工作會議, 都拖并沒出席。 秦明真的讓他病了呢, 半路一上文化局的王局長, 他說, 石武德在地區行署那火蹦乱跳的。 這當劍, 假人貴也悄悄溜回來做出頭暗自首的樣子。 只是樣子對問題避而不探。 同一時間, 上頭來了通知地區農務局長要來, 還有行政公署顧嘉誠顧專員兩三天內視察。 秦明直覺不對, 不年不節的怎麼都往這趕。 不懂他想明白, 住村調查組就發來簡報。 經過對假人貴的初步調查發現, 他的問題不是一般的嚴重。 但說財務吧, 近兩年就貪了不止五萬塊。 另外, 鄉里的書記、鄉長跟他都財務往來。 此外, 他大兒子還涉嫌強姦婦女。 假人貴對這些當然是失口否認, 不僅否認, 還當著調查組的面說, 就算我真有問題, 就憑你們幾個? 就憑那個秦書記, 我看他能哄幾天。 假人貴是話裡有話, 但他這話, 卻還真不是瞎說。 農務局長是秦明同鄉同學加戰友, 他這場匆匆趕來, 明面上是工作, 其實是來交個底。 為什麼石武德那麼大的反應? 為什麼行屬的顧嘉誠要來? 很簡單, 動了他們根基了。 石武德從前是顧專員的秘書, 而這個顧專員, 從前是本縣的副縣長管林業工作。 林業哪裡搞得好, 花欲存。 說白了, 顧專員送到地區是靠宣傳假人貴, 現在查假人貴, 那不懂得挖顧專員的祖墳嗎? 秦明又一次迷惑了, 倒不是因為判斷的對錯, 而是他也要考慮堅定的代價。 顧專員是一天傍晚到的, 可以看出, 這趟行程是臨時加的, 時間上並不妥當。 來了就開會, 開個不大不小的會, 先給賈玉明一個下馬威, 打他一巴掌。 再然後開個小會, 講講掏心窩子的話, 算給個天早。 再在之後呢, 把石武德叫來, 當秦明的面, 狠狠地罵罵他。 用航天的話講, 就算是緩和關係, 團結同志了。 重要的事小會一看完, 大會嘛, 講點大道理就完了。 比如說, 凡是以前已經解決了的和落實了的問題, 不要隨意反覆。 尤其是已經定了案的問題, 就不要隨意地推倒重來。 只要秦明腦子沒毛病, 這會兒就該明白要及時刹車了。 事實上, 他心裡已經在盤算。 只是, 令他也令其他所有人都沒想到, 荒野村村民被賈人貴欺負得太久太甚, 已經壓不住了。 全村上了一份聯名書, 列了賈人貴18條罪狀, 每一條罪狀都有具體事實和證明人的。 村民請求顾專員顾晴田為民做主, 徹查賈人貴。 可想而知, 這無疑於痴人說夢。 顾專員明早就要走, 臨走之前, 他有一句話送給賈玉民, 人無完人, 真查起來, 誰身上沒點事啊? 告你的狀子, 也一大落呢。 秦玉民從來沒像今天這樣, 如此真實的, 切夫的, 去想丟官保官的事。 戰鬥嗎? 還是投降? 秦玉民問自己。 反反复复的問, 反反复复的得不到答案。 也不知幾點了, 電話突然響了起來, 是地區新署賀書記。 李隆才案查得驚天動地, 消息早傳到地區。 賀書記有些細缺地問, 秦玉同志, 打退堂鼓了吧? 有人民為你沖腰, 你有什麼可害怕的呢? 秦玉眼裡刷了一下就流了下來, 脑海中那個要投降的小人, 當時就自殺了。 第二天一早, 县位別開費決定, 將賈人貴開除黨籍, 依交司法機關處理。 可同時, 問題也來了, 如何跟李隆才平凡? 沒有證據。 處理賈人貴都是有確鑿證據的, 說李隆才沒貪污, 那自然也得拿出證據來。 問題就出在這兒, 工作組的兩本帳, 早被賈人貴燒了。 跟人一樣, 死無對重, 上哪找證據去? 說也巧, 就在賈人貴被叫司法機關的第二天, 秦玉明就收到一封掛號信。 來信者不是別人, 正是處理過李隆才的調查組組長。 老同志姓劉, 當年他是副組長, 先一步住村, 先一步核實李隆才的貪污材料。 沒有找到確鑿證據後, 被有轉交給組長, 也就是賈人貴的舅舅。 再後來, 不知怎的, 證據送回來後, 被改換了很多原始單據。 劉老明知道他們作假, 可還是, 還是簽了名, 改了章。 用他自己的話說, 他也是凶手之一。 去年年底, 劉老在火車站遇到李隆才, 把身上的錢都掏了出來, 往地上一放就跑了。 他害怕, 害怕親眼看見自己造的罪。 說著, 劉老突然很用力地抓情於民, 哆哆嗦嗦地說, 要趕快, 我一死, 就沒人能證明了。 就這麼著, 憑劉老的證明, 李隆才得以平反。 縣尾在花衣村, 開了個盛大的平反大會。 李隆才的房子, 土地都補給他, 被逼跑的兒子也回來了, 還帶回個媳婦。 可是, 他今年七十多了, 老伴也死了, 他的日子不多了。 不過, 這不重要, 最重要的是, 顧專員啥事沒有? 倪乔還在發表重要講話呢。 同志們, 相信沒, 李隆才的, 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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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這個這個, 原案, 一直拖了二十多年。 現在經過縣委, 積極的工作, 多方面的調查, 今天終於, 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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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徹底的平反了。 這件案子, 本來是個小事兒。 就算是貪污, 也不過就是二百多塊錢的事情。 是不是? 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。 可是呢, 他一直折騰了二十多年。 立案就立案, 複雜的複雜。 這些我們成立了多少個專案組? 牽涉到我們多少個同志? 同志們好好想一想。 為了這二百多塊錢的貪污案, 耗費了多少人力, 物力和財力。 造成這種嚴重損失的原因。 就是由於, 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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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在我們的一些幹部當中, 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。 這種官僚主義作風呀, 要不得。 要不得呀。 官僚主義呀, 那是要害死人的。 你真的覺得有那麼嚴重? 謝謝你呀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